双生灵魂 双生灵魂则有着更深层的连接 然而 现在关于双生灵魂 有着很多的误解 灵魂伴侣 不是双生灵魂 你可以有多个灵魂伴侣 但是 你只有一个双生灵魂 我们从合一开始 沉降到地球 我们从第六维度 下降到第五维度 我们分裂为双生灵魂 显化在不同的性别身体当中 即男性和女性 地球上 目前存在的深层连接 大多数是灵魂伴侣的连接 双生灵魂的连接 在地表世界 非常的罕见 双生灵魂的连接 实在是太强了 没有多少人 可以承受这样的强度 因为它意味着 你瞬间 见到了自己全部的面向 你的希望 你的恐惧 你的愿望 你的生命 执政官 非常的了解 双生灵魂连接 之间的强度 和力量 因此 他们会努力鼓吹 人们抱有 对双生灵魂的幻想 这是举阵内的一个编程 让你认为 某个人 就是你的双生灵魂 好莱坞的电影 又进一步地 强化了这种编程 这种编程 只要是对女方有效果 而男性的一些面向 会激活这种编程 然后 女性 就会把所有 对双生灵魂的幻想 投射到那位男性的身上 所以 女性就会结婚 然后 问题就产生了 双生灵魂连接冥想 会让你的能量场 和你内在的使命 保持一致 你将会连接到 更高的维度 并将那个维度的能量 带下来 允许 你从灵魂的角度 去观察 感受 还有倾听 这将使你所有的关系 处于透视的状态 你的灵魂 会去校准这些关系 你将开始 以平衡的方式 与自己 和他人 建立关系 顶期地做这种冥想 比如说 一周一次 可以帮助你的扬升 经过几个月的练习 和连接 你与双生灵魂的连接 会稳固 你会很快地识别出 双生灵魂的能量 在最开始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 矩阵编程的问题 但是 当你跟双生灵魂的连接 稳固之后 这些干扰 就会消失 有规律地做这个冥想 他可以帮助 建立灵魂家族 满陀螺 满陀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